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歌手施文斌 身份也多啦 因为我是台湾电竞协会的李市长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见面 当然现在因为网路的发达 电台稍微有一点点视围 不过针对一个开车开了非常多年的用路人的驾驶人的我而言 其实我每天一发动的时候 我就会定评在景广的频道 因为景广有一整天24小时的路况的报道 我相信警察我们从小 在念小学的时候 我们听到警察通常都是很严肃的 然后应该是抓坏人的 甚至是小朋友会害怕的 但是景广反而是非常非常的柔软的 它完全只是名字听起来有点恐怖 但事实上 大家只要打开景广的频道 随时随地的就能够掌握 全台湾所有地方的行车状况 所以景广一直都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 景广啊我出道你看我出道快30年了 那这个其实最早 我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里的很多很多的主持人都很大咖 那那个时候呢来这里呢感觉就比较紧张 心情是比较紧张的 因为一方面自己是新人的关系 那经过了这二三十年的洗礼呢 看着主持人来来去去呢 最后都变成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所以呢在这边不管是上每一位景广主持人的节目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有一些老话题跟新话题 会源源不绝 那最近的景广的改变是因为我相信也是网路的发达 自媒体的发达 所以呢现在景广也开始注重这个所谓的网路上面的行销 那也就是今天有机会坐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聊天的原因 那这些年呢景广给我感觉到尤其是最近最大最大的改变就是 景广现在年轻的美女越来越多 我们的小编也漂亮然后主持人也漂亮 最近应该就是新的专辑在筹备 那原则上应该是农历年过完以后会跟大家见面 这两年其实除了创作之外呢 我自己在YouTube成立游戏实况的频道 那频道呢我没有用斯文斌三个字 我用老师 不是那个学校的老师是斯文斌的师 老师 那欢迎大家呢如果喜欢游戏的朋友 喜欢这个有机会跟我一起互动的朋友 欢迎订阅分享加小铃铛 歌手从入行到现在已经迈入第28年了 明年就会有新的专辑跟大家见面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我是斯文斌 景广就是你的小编编 他以前是会看新的 他不要说代理 没想到因为江慧的代理之下 他竟然就来误入丛林的小白银 不是不是不是说 现在说代理是我的理性 对啊 现在说我这边回来都说代理歌 我以前是一个字都不会讲的 对啊